大家好,我是罪,今天带来集圈晃的耳飞在显力气版的比赛解说 时隔多日,战天成和萧春拳又开战了,今天的玩法依然是三问随机 众所周知,这两位玩家对对方都是相当的了解啊 就看凌晨的发挥如何了 战天成开场就中了一发无功手啊,但是战天成又失误了 今天时务有点多,但是今天可以裸放大招的 K49又放了一发无功手 现在战天成还是没了,先别看战天成下一个角色吧 战天成该如何接招,咱们来看他的草蹄精 哎,草蹄精快速跳起,后撤离回 不料被K49点住一套,来无功手上 现在战天成直下半滚血了 难道说他的草蹄精也不行了 他对风靡一时的草蹄精都稳不住了吗 战天成的心态会不会彻底被击溃 K49冲刺,战天成这钢了出来 K49开枪,挡不住了 闪了过去,闪过去,直接上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 板边双BC超杀,好,板边再来一个贼 圣龙龙车,圣龙龙车,一个取消阶,大蛇蹄烧啊 现在肖神权也剩血不多了 草蹄精急于进攻,压制大蛇蹄,大蛇蹄被钢开枪 被一枪毙了呀,这也 好吧,来看下一局了 战天成最后一个卢克尔 卢克尔出手,会不会天下我有啊 五血七菜,乌克鲁卡尔,他现在发波 现在K49逆向过顶,又开蜈蚣手,来了 真的要开蜈蚣手,但是这次应该是要开烧 对,没有用蜈蚣手的连法 在角落的话还是个炸,商学比较多一点 卢克尔卡塞伯蓄力,K49一招捅过去 肖神全拿到了第一分,而且是穿三拿下 好的,咱们接着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战天成继续随机 但是这一把他应该是选了一个卢克尔啊 对,有卢克尔的情况下 战天成的实力会不会大增 反正是上一场的话,卢克尔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这一局他用离草作业首发 我们来看消失前的威斯就开撞了 撞,撞,连撞 撞到角落,继续撞 会不会再开BC撞呢,没有撞到 草体精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 其实这一招连撞也是之前战天成爱用的一招啊 只是现在很久不打 这熟练度没那么高了 反而被来了一个空中屠杀 草体生龙硬怼,大蛇蹄硬烧 今天的玩法都非常硬核呀 各种大招都是硬出 好的,现在来到了消失前的赛斯 哦,赛斯先怼过去 再怼过去,压住一发起身 后面跳逼抢空,下方攻击起手 BC开了 开完之后草体生龙大蛇蹄 再又开了一烧啊 那要路压起身 那要路压起身,清掉两点 BC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 接入超杀大蛇的招啊 草体精今天起到了关键作用啊 可能是第一局手感不太好 在这第二场的话爆发出来了 萧成全最后剩下一个金家贩金关掌 这局难道说 哦,空中天风王角快速怼 没想到萧成全会来这一招啊 战天成绝对想不到 接着看战天成下一个角色 战天成的莉安娜 第四个回合 莉安娜开上登上一角 后面暴走 暴走又跳 零点手刀隐藏大蛇茶过来了 疯狂的呐喊 炸 起身莉安娜再骗对手上当 看能不能再骗到一套 金家翻感觉还不如莉安娜爆炸 一脚踢飞旋復的bc 空中一发大招再走 又一发天舞凤凰角 接着杀到战天成最后一个老卢 看老卢能不能凭借他的武学奇才 凭借他凭身所决来进行一个逆袭 拿下金管掌 金管掌一脚踢飞旋復的八脚又开了 哦,取消 三段伤害取消 三段伤害不断取消 最后接入大招 双bc 完了 卢卡尔跑不掉了 一脚踢飞 空中又一发超杀天舞凤凰角 哒哒哒哒哒哒哒 萧成全又拿到了第二分 总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战天成必须找到一个突破点 这局三问随即 这一把的话 战天成用安迪首发对抗萧成全的阵援战 哦,先踢一脚 他们先踢一脚 看 啊,阵援这吹口大火也没有吹中 弹 这一下直接弹接吹 这算可以吹中 下半起手开bc板边一个转 大招 安迪起身之后开bc们要开bc了 打击的取消不断取消 最后中间接上一发超杀空破裂坛 应该问题不大 他弹了个隐藏 隐藏大招的话伤害不够高啊 嗯,套他一拳 战天成难道说手感来了 一看到安迪就兴奋的对收不住招了 第二个回合 萧成全的金家帆 下半两点炫富对霸击要取消 开了幼稚bc 萧成全的金家帆连到就停不下来 而且连到一套伤害其高 接着杀到战天成下一个包子 第三个回合 开场cd 仙气发动也被废了 轻手一点炫富对霸击脚 没连住 金家帆继续来一手 挑赛地走 压起身走 到圣龙开bc 仙气发动 又哈压 金家帆再起身 但是包子又来了一个仙气 又来了一个隐藏啊 隐藏也空了 哇 吃到了自己隐藏 触发金身 然后加伤害 但是好像加伤害也没有什么用了 金家帆一把超杀将他放倒 刚才金家帆的隐藏零距离凤凰脚没有吸到 如果吸到的话也是可以的 现在来到第四个回合 战天成的猴子 这战天成最后一个角色 最后一个机会 宝气飞翔脚 双龙来到第五个回合 KL 今天的节斗都非常快啊 对 打起来觉得时间也是非常快 时间用的非常短 就可以打上一局 节斗快了 亲手两点开bc 抄必杀直接上 上完以后啊 猴子继续跟上一手跳嘛 他后撤立回了 游厉下c 掏一下子 但是也问没有什么用 猴子再跳 连跳 游厉就这样 哎嘿哎嘿的压了过来 游厉能不能给他一个隐藏大招 直接逆袭三比零拿下战天成 战天成的猴子又咯击到了 隐藏大招空中挠 因为隐藏大招结尾也是帅呆了 最后这个赌博心态也是厉害了 心态很好 比分现在一比二 战天成还是落后一分呢 这局战天成能拿下吗 现在他说特瑞首发对抗消身权的k49 k49下盘套起来 接无功手上 套完以后k49继续抢招 抢过来 然后特瑞要闪身 特瑞又被炸了 k49连续的跳 特瑞再跟上去一手 看你k49怎么办 但是现在特瑞没有血了 搞一个大招都挡不住了 挡住了 还有一滴血 特瑞要逆袭 哎呀 差一点点炸死吧他 就差一滴滴血 现在基本都空血了 这局明显是空血翻盘呀 这个太不巧了 好的 现在来到了肖成权的夏尔米 夏尔米跳 跳一跳不起来 特瑞又开始这种紧跳的压制 暗可以雷光拳 特瑞两点清手 开鼻子碎石踢 板边跑跑给碎石踢到一踢 跑跑给碎石踢到一踢 地波取消 截比杀取消 然后中间再做取消 大招无限连 地波碎石踢 真的无限连了 你看就差刚才一点血 没有炸死战天城 让战天城浪起来了 现在来看肖成权的包子 这无限连就厉害了 包子一波BC开过去 轻手两点优化压 特瑞用他的空中踢脚 二弹踢 好战天城一点血 包子继续跳起来 压起身 特瑞又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看包子后面怎么打 好战天城没血了 一直用全脚封位置 战天城一点血 他就有点慌 不敢上去硬杠 现在来到战天城的威普 包子首先发上一波 然后两点清腿 威斯勾腿开必杀 来来来来来 甩完以后威普向前跳一把 包子到上轮开BC 威普再跳一把 包子把他抢下来 轻手一点 威普逆向过顶了 板边BC追击 后面包子 稳住 轻手三点 开BC 嫌起发动 空 又没连上 但是这个金身 金身被他防住了 这就尴尬了 这下希望他别再防住 但是波给队没了 又没有吃到 总想吃到这个金身 就是吃不到 隐藏 好 这下终于吃到了 吃到金身以后 这个时间不多了 肖成全一直想吃金身 你看这个盗生龙腿 就伤害加成了很多 是吧 金身以后 现在来到战天城的比例 这也是第五个回合 包子先来上一波 肖战对战的话 还是挺刺激的 都是顶级水准了 而且玩法相当的秀 包子又发了个隐藏波 一脚踢飞 哎呀 延续的隐藏 比例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现在还吃到了金身 比例 和他对了一下子 结束 2比2了 这个2比2对战天城来说拿的相当不容易 那么就看第五局吧 第五局谁胜谁负 战天城用库拉手发对抗肖振权的大猪 有库拉的情况下 战天城就运气非常好啊 这个库拉大家也都知道 板中打上一套 这边秒了对手 可以 简直就是boss 比boss伤害还要高 大猪亲手摸一下 这个亲手比库拉的大腿还要大 哎呦 库拉bc开一下 转腿踢一脚 看大猪呢 跳起来 嗯 又碰到了 库拉远距离一个牵制 但是他想抓一个bc连也很难 这应该是机会了 bc连开上去 接入大招 冰一冰 冰冻世界 好的 现在来到了肖成全 下一个角色 丽梅 不会被这个库拉给杀通关吧 一打三 真的有可能 哎呦 丽梅连上了 现在一脚bc 板边循环 就循环这一套 板边再循环 哦 15 没连上 后面库拉一滴血 也没了 没想到战神库拉就这么没了 相当可惜了 现在来看战天成的八神吧 第三个回合 八神先跳c 打一套bc 口抓 抓过来 众手继续过抓 众手继续 众手继续葵花 众手继续继续抓 口 哦 战天成会 战天成想使用伟连 但是他慢了 才慢了一点 被肖成全跳了起来啊 现在八神 先抓防守 跳c 压住 压住 李梅空中一脚 八神再跳c 压住 李梅被破防了 生龙超杀鹅 解剖一下 带走 好 消沉全 那就剩最后一个角色了 战天成这个八神是杀疯了 这一局其实战天成运气是超好的 有库拉有八神 都是他比较擅长的 抓谢风 八神又开始口口口 抓 继抓 重手 圣龙清一抓 然后重手 圣龙清一再抓 连续的抓 八之女上 漂亮 蹦起来一发柴华 上田吧 哎 上田吧 延迟柴华 消沉全 血量一滴了 八神 即使一股猪气 干掉他 轻手 轻腿 挠一抓 三比二拿下 好 大家俩不关注 每天更新 请在段视频